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款价格相对较便宜的6.1英寸LCD机型 此外 摩根什丹利也预计Apple Watch Series会在发布会上露面 一同亮相的还有新款11英寸配备的C8无边Holy Pad Pro Mac产品线也会以某种形式发布新机 需要提到的是 摩根什丹利的分析师不确定苹果是否会在发布会上正式推出无线充电版AirPower 但是报告表示 这个时间点是有意义的 因为这款设备最早就是在去年的9月发布会上亮相的 分析师认为 今年的新款iPhone的出货量预期显然是温和的 原因在于最近智能手机更换周期的延长 在过去的24个月里 智能手机的更换周期已经从两年延长至三年 作为支撑自己说法的证据 摩根什丹利的分析师指出 在经过十多年来的增长之后 全球范围内的智能手机出货量 在过去的三个季度一直在下降 摩根什丹利预测2019年全年的iPhone出货量的增长将会减至0.6% 具体数字约为2.21台 低于2018年全年 同比增长的0.9% 不过 这份报告也列举了几个对2019年iPhone出货量造成积极影响的因素 首先 目前越来越多消费者将智能手机作为主要设备 而不是平板电脑或者笔记本电脑 智能手机更换周期的延长速度可能会放缓 基于这一点 摩根什丹利认为消费者会增加智能手机的使用 并且需要手机保持接近巅峰时期的表现 这可能会阻止更换周期延长至4年 同时推动iPhone的出货量增长 另一个原因是 摩根什丹利分析师预计46%的iPhone用户当前使用的是iPhone 6s或者更老的机型 数量大约在3亿台左右 按照三年的更换周期来算 这部分用户很有可能选择升级 最后 苹果在新款iPhone上添加的新技术 也是在未来一年里激励用户升级他们手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包括无边框显示屏 Facit和无线充电等等 摩根什丹利还在报告中指出 投资者可能会担心iPhone的平均售价将在2019年有所下降 部分原因在于苹果将同时推出 价格较低的6.1英寸LCiPhone 今年早些时候 有分析师预计iPhone的平均售价可能同比下降2% 前提是两款OLEDiPhone的售价分别为899美元和999美元 而LCiPhone的售价低至669美元 根据苹果今年早些时候的说法 iPhone X是今年最畅销的iPhone机型 尽管这款设备的起售价高达999美元 分析师称6.1英寸LCD机型的最终定价可能在699美元和799美元之间 这是最好的情况 相比之下 6.5英寸OLED机型的价格可能会超过999美元 webiers 鲜 minimum 就前提到了 一ّ集sy 全部 优优独播 axe 转播 优独播 2000 感谢观看